冬场曹正纯即使云罗郡主藏一天了 你立刻去打救 否则晚了他会遭毒手 曹正纯抓走了云罗郡主 并想利用人与小明珠算计铁胆神侯 不曾想赌方的四姨娘竟是护龙山庄的密探 让铁胆神侯识破了曹正纯的阴谋 派遣龟海一刀前去营救云罗郡主 而正如铁胆神侯所预料的那样 曹正纯不打算继续留着云罗郡主 于是他派遣自己的干儿子小妖子 带着有毒的饭菜前去解决云罗郡主 云罗郡主眼见危难之际 小妖子还敢前来探望自己 直夸小妖子真是忠心 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 小妖子根本不想与他交谈 只是一味地催促他想用饭菜 郡主先出完饭菜说吧 龟海一刀及时赶到 带着云罗郡主离开了天牢 与此同时 铁胆神侯飞哥传输给上官海棠 要上官海棠前去追击赛扁鹊 他认为这个赛扁鹊是假的 果不其然 本应该不会武功的赛扁鹊 武功竟然不弱于上官海棠 没有花费多大的力气 便摆脱了上官海棠的追击 上官海棠回到护龙山庄后 刚好见到了龟海一刀和云罗郡主 义父 海棠一时大意 让假扮假扁鹊的街人逃走了 请义父降罪 海棠 这件事不能全怪你 铁胆神侯并未责怪上官海棠 反而指出曹正纯这次的布置极为周密 若不是他足够激紧 恐怕已经被捕入于凶多吉少 至于那个逃走的假扁鹊 估计是千面狼军假扮 这个人精通易容之术 寻常人基本识破不了他的伪装 那么义父 现在这个人与小明珠如何处理 交还给云罗郡主 铁胆神侯把人与小明珠还给了云罗郡主 他本身就是人与小明珠的主人 曹正纯的阴谋也就彻底告破 这让千面狼军百思不得其解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让铁胆神侯识破了他们的计划 曹正纯对此并不意外 铁胆神侯要是这么容易对付 那就不配成为他曹正纯的对手 曹正纯指出铁胆神侯 拥有全天下最厉害的情报组织 即便是东厂的情报机关 也难以与其媲美 因此要想击败铁胆神侯 就必须培养出更加出色的情报组织 划分两头 铁胆神侯单独找来了上官海棠 说出他答应过正德皇帝 会在一个月内找到承世妃 以解云罗郡主的相思之苦 可自己政务繁忙无法抽身 只能让上官海棠前去寻找 当初我不应该放走承世妃 他的金刚不坏神功 如果控制不好 就会天下大乱 而且 而且义父觉得自从大哥离开之后 霍龙山庄就缺乏人才 如果把那个承世妃留为己用的话 总比被奸人利用得好 如果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大概多好 其实在海棠心里 早就把义父当成是亲爹了 上官海棠聪明能干善解人意 让铁胆神侯十分的满意 他要上官海棠劝劝云罗郡主 这段时间不要闹事 免得又被曹正纯抓住把柄 上官海棠为了安抚云罗郡主 与云罗郡主达成协议 承诺他会在一个月内 找到承世妃带回京城 而云罗郡主这一个月 则是需要陪着太后去北山寺进修 看到这里 我会突然想起那些剧中人物的实力排名 但我从来只看一些有理有据的权威分析 就像我买车看车会用董车地一样 上面每个月都会有真实的汽车销售数据排名 买车选车再也不会迷茫 你回来的时候 如果我还找不到承世妃的话 你就到这来找我 好 一言为定 干什么 机长啊 你们江湖中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好啊一言为定 上官海棠稳住云罗郡主后 根据护龙山中的情报提示 来到了京城数十里外的富贵村 据说承世妃曾在这里出现 富贵村应该就是在这附近 走哪条路呢 恶人谷 找恶人问一下路就行了